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案子持续引发舆论关注 11号 中共当局释放了两大信号 暗示周永康案会向上延伸 首先是中纪委发布消息称 前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喜 因严重伪计 日前已经被立案审查 并移交司法机关 其次 同一天中共党媒也刊发文章 揭露周永康能够一路升迁的关键成因是 说他行的人行 这个矛头直指提拔周永康的关键人物 江泽民 9月11号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说 已经对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喜进行了立案审查 李崇喜由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通过亲属 收受巨额贿赂等被开除党籍 公职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63岁的李崇喜是周永康的亲信 他在去年底被中纪委通报 正在接受调查 1999年 周永康从国土资源部转任四川省委书记 李崇喜也随之一路高升 2000年8月 李崇喜调任四川省委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成为周永康大秘 同年12月 李崇喜进入四川省委常委 成为核心成员 习近平上台后 开始以反腐的名义插出了大批官员 周永康的四川帮成员纷纷落马 除了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成 四川省文联副主席郭永祥 是被中央纪委地案调查的第三名四川省高官 被视为十八大后被查的地方老虎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周永康这个人呢 他做事是无法无天 他的用人方面也是这样 因为用了一些人呢 我们看 好多人都是一些有问题的出百分子 但是呢 他们因为靠上周永康都能够一全升天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周永康的倒台 他厌命七八的这些人呢 肯定呢 又会受到惩处 早在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后 海外媒体就开始大量报道周永康涉嫌的罪行 包括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合谋企图政变 暗杀习近平抢夺政权 活摘法轮工学员器官 贩卖尸体 制造车祸 谋杀前期 贪污上千亿人民币 收钱帮罪犯脱罪 释放被判死刑的黑帮头目等等 周永康落马前已有数位与他关系密切的高官被立案审查 包括中共国务院国资委员主任 中石油集团原总经理蒋洁敏 海南省原副省长纪文林 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 公安部警卫局原政师职参谋谭红等 李重启被立案审查的同一天 党媒人民日报主管的《人民论坛》杂志 发表题为《官场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的文章 总结周永康案的教训 文中强调 周永康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特殊的官员选拔任用体制造成的 一个人能不能得到提拔 关键要三行 一是 你得行 二是 有人说你行 三是 说你行的人行 文章认为最后一行最关键 应用周永康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周永康就是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 江泽民是周永康的最大的后台 江泽民呢 提拔周永康这个方面 也是因人为亲 也是不讲原则的 严格地说呢 江泽民应该 承担那个应用周永康这种人的责任 7月29号 周永康被公布立案审查后 当天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说 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 之后在8月1号 新华网再次发表评论说 周永康的落马为节点 绝不是句号 再次暗示将彻查周永康的背后人物江泽民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表示 自18大以来 习黎以反腐为名 打掉的基本都是江派人物 习近平在短时间内陆续拿下了江派大员 徐才厚和周永康 接下来的动作很可能会越来越快 注意江泽民拍板 这么一种关系 赵远明分析 江派2号人物曾庆红 和江泽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跑不掉 估计两人很快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7月份就有传言说 曾庆红已经被控制 儿子曾伟也被软禁 8月25号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政协常委会晤时 回应常委提问 在周永康之后 是否有更大老虎时 回答说 以后你就慢慢懂